委員 謝謝主席 請謝貝提名人 請謝貝提名人 謝教授好 首先恭喜你被提名為大法官 你的身價超過兩億 就任以後你可能就是最富有的大法官 接續剛剛我們周春明委員的議題 就是在昨天監督聯盟開了記者會 他們談到說 難以接受大法官的人事案審查的時間太短 沒有被社會監督 而且針對這十七點的憲政議題的問卷 四位被提名人通通沒有應答 所以四位被提名人都不予推薦 那你個人的部分你為什麼都不應答呢 謝謝委員的提問 基本上他們提的問題都很好 而且很重要 我們也非常的重視 當然這裡頭有一些涉及是比較個案 或者是審議中的這些案件 那我們就不太適當的回應 那基本上我個人的想法是說 因為我們大法官被提名是要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因此在整個法定程序裡頭 立法院的審議是最重要最神聖的一關 所以如果我們就先回應了這些民間團體他們的提問的話 那可能也會影響大院的委員們在質詢的時候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們後來經過大家的討論之後 覺得說我們還是以立法院為最主要 但是民間團體的建議那些問題 我們也都會予以回應 不管是在剛剛口頭的報告的時候回應 或者是說在尋答的時候回應 那基本上我們也都對於他們所關切的問題 充分做的表達 所以這是你們的共識 通通先不予回應 那國民黨總統初選參選人郭台銘 他說為了達成兩岸和平 雙方應該要找出一個都可以接受的新名詞 來建立互信 同時柯文的市場在去年的十二月 他也曾經說過 九二共識已經被標籤化了 所以兩岸應該共同找出一個新名詞 請問謝教授 你對於大陸地區跟台灣地區 他們是不是應該都是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 你的看法呢 首先對於郭台銘的這個看法 我個人沒有意見 因為這個是政治的議題 那他要提出什麼樣子的 兩岸都能夠接受的名詞 我想這個必須要有大的智慧 你就這個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 是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是不是都是 是這樣子 就是依照我們憲法的規定 中華民國的領域 他是以固有領域為他的領域 但是所謂的固有領域 它本身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那到底是如何 以哪一個時間點來切 以這個目前我們的憲法 還有憲法徵修條文的規定來看的話 基本上它的領域呢 指的是現有的法律效力 所能夠集的範圍 所以在憲法徵修條文 在民意代表的選舉上面 那也就陷於這個台風金馬的這個區域 因此目前可以說這個中華民國的領域 它的這個有效的領域的範圍呢 並不及於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那在中國大陸 中華民國的領域不及於中國大陸 就是在法律效力上面 它是不及於中國大陸的 在大陸的所得跟犯罪 在稅法跟刑法上 也定義屬於中華民國領域 只是我們的治權不及於大陸地區 所以您剛剛講的不一定是對的 從這個憲法跟曾修條文來看 兩岸關係應該要如何定位 你認為它是兩個地區呢 還是一邊一國 基本上是這樣子 目前在國際上 我們不能夠否定 在中國大陸上面 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也不能夠認為它不存在 那它跟我們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如何 基本上呢 剛剛講就是說 各有不同的法律效力所及的範圍 因此目前我們是屬於 互不相隸屬的狀態 它不屬於我們 我們也不屬於它 因此對於剛剛所提到說 如果說在這個中國大陸的地區 它犯罪 那我們這邊是不是能夠處理 那其實如果要能夠處理的話 那就表示說 那我們的法律效力是急於他們那邊 那他們反過來也可以說 那他們的法律效力也急於我們 因此在這個時候就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那只要你在台灣犯罪 你人到中國大陸去的話 你就可能被抓起來 那包括你到港澳區 到這個香港 他們現在的這個送中 那他們就可以更正正有詞的 說你台灣也是我們的一部分 因此你在台灣犯罪 我們也要處理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們不要去看 就是說太政治性的問題 我們就以我們法律人 非常務實的 法律的效力所及的範圍 來作為一個認定的標準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應該是一個比較折衷 能夠接受的方法 那我在教教 謝教授一個問題 就是 你被提名為大法官 那你認為要如何透過憲法的解釋 來實現轉型正義 這個問題真的是有點抽象 那我們現在 我們已經有這個促轉條例的規定 那他本身也是在實現轉型正義 那當然 在這個 我們 未來如果有機會當大法官的話 那我們也並不是說 就成為一個立法權的一個機關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說 這個具體 譬如說有什麼樣子的法令 它會被認為說是 違反憲法的規定 然後呢 我們必須得要去處理的 或者是在判決上面 適用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有牽涉到違憲的問題 那這個 我們要去處理 所以可能一時之間 還很難抽象的去講 說如何用解釋憲法來實現轉型正義 在1992年的10月的時候 兩岸協商之前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在8月1號 召開國家統一委員會 制定關於一個中國的含義 他的決議要點是什麼呢 你知道吧 他決議要點是 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雙方賦予不同的含義 中華民國主權急於大陸 台灣和大陸均為中國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政府追求國家統一 這是在1992年的時候 兩岸協商之前所做的決議 這樣的決議 您表示支持呢 還是反對呢 這個是屬於一個政治性的宣誓 那對於這樣的政治性的宣誓 我個人沒有什麼意見 也不方便表達意見 因為它畢竟不是一個法律面的東西 那法律面的東西 那我再請問您 您是支持台獨呢 還是維持現狀還是未來統一 我目前就覺得說 可能跟大部分台灣人民的想法一樣 就是說目前的狀態 就是大家都能夠維持得很好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去改變 暫時 就是維持現狀 沒有錯 大法官屬於憲法守護者的角色的稱謂 大法官會議有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律以及命令等等權力 既然是憲法的守護者 我相信大法官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遵守憲法 尤其是尊重憲法所接諸的國家定位 期盼您在未來能夠嚴守您的分跡 那謝教授您也曾經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公開表示 台大法律系沒有把前總統馬英九交好 那因此今天在這裡就叫謝教授 這樣的結論你是基於什麼樣的標準下所提出來的呢 是的 剛剛在這個國民黨的委員詢問的時候 他們有問到這個問題 但是他們並沒有讓我有充分的時間 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那很高興委員能夠給我這個機會 再把這個問題把它講清楚 那我相信委員應該了解當時這個學運的一個背景 那這個學運發生之後呢 其實很多學生他們就去來佔領立法院 那說實在的 我上一次進到大院的這個大廳的時候 就是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來探視我們的學生 那當時這個因為學生他們參與這些活動 然後呢這個就引起了一些這個執政當時執政的國民黨 他們認為說學生這樣的這個行為是不法的 然後呢就說呢要這個準備的徵訓起訴這些參與的學生 那基本上我是認為 因為我們就是這個來自於台大 那台大過去我們大家都很尊敬的一個校長 富士年校長 其實他對於學生的這個保障呢 他經常是挺身而出的 他認為他甚至於說上次就是有一次 警總呢要來進入校園要逮捕台大的這個師生 那他就公開警告說如果有學生留學的話 要跟你拚命 因此我當時身為法律學院的院長 保護學生是我第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職責 講重點就好就是保護學生嘛 是的 所以我是認為說當時這個特別是說 當時有一位這個交大的校長 他就公開表示說他是譴責這些參與的學生 說我們沒有把學生交好 然後呢這個向警方來致歉 那結果他這個話一出呢 那就引起排山到海的批評 那交大的學生跟教授團體都連署反對 好了 我們知道你的重點就是保護學生嘛 那當時你可以公開的評論馬前總統 那你現在是否也能夠評論一下 陳前總統以及我們現任總統蔡英文的表現 的施政表現 這個就是政治的問題啦 那不是法律的問題 那這個請容我在這裡就這個 這個不便去進行政治性的評論 政治問題 是 不表示 那我再請問您喔 陳前總統涉及貪污的案件 這個是法律問題吧 這個是法律問題 你是不是可以從法律的角度來為我們說明一下 陳前總統把外就醫的合法性跟正當性 這部分的這個這個處理 就是保外就醫基本上這個是屬於法務部 他們的行政機關的職權 那行政機關這個同意他保外就醫 到底有沒有符合那些保外就醫的相關的規定 那這個是行政機關他要去執行法律的時候 所要去做的判斷 那除非這個判斷 那讓人家引起說這個保外就醫的相關規範 他到底有沒有違憲 那這一部分這個才是未來我們如果被提名當大法官的話 要去考慮的問題 因此對於目前行政機關的一些實際上的做法 到底是不是適當 這一部分呢我們就尊重行政權的決定 這個 還有一點就是陳前總統 近幾年來都上直播節目 或者是為民進黨的民代去站台 那他這樣的行為有沒有違反保外就醫的規定 我想這個答案跟剛剛一樣 一樣的 那這一部分又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因為這個牽涉到他的言論自由 他這個對外去講話 那他這個保外就醫是不是就喪失了他的言論權 那這個可能也還值得再去做研究的 那再下一個問題就是 外界有特色陳前總統的這個訴求 那請問謝教授 您支持蔡總統特色陳前總統嗎 謝謝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我想特色是屬於總統的職權 那也並不是屬於未來大法官的職權範圍 所以這個我們也沒有辦法這個幫蔡 沒辦法回答 這總統去做這個回應 謝謝 沒關係 再請問您喔 您曾經受邀請參與民進黨的仲裁委員會 那請問您去年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被邀請參與這個仲裁委員會呢 現在還是該會的委員嗎 現在應該還是我還沒有 因為如果說明天大院通過這個提名的話 我就會辭掉所有的堅持 那去年是基於什麼理由 什麼原因呢 其實我們當學者的去擔任仲裁人的機會是很多 去處理很多紛爭 幫助人家去處理紛爭 那民進黨的這個仲裁委員會 他基本上並不是說去找這個黨員來參加這個仲裁 反而必須是非黨員 他們覺得說這個人他是公正客觀值得信賴的 才會邀請他來擔任仲裁委員 那我個人在商務仲裁的方面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經驗 那因此他們是基於什麼樣子的一個思考 說要邀請我去當仲裁委員我並不清楚 那除了這個委員會 您是否還曾經參與民進黨其他的形式的政策角色小組 或者是政策白皮書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政治性的組織有沒有 沒有 我從來沒有參與過任何的政黨 或政治性的組織團體 接下來我要根據你的財產申報